而現在國會改革法案 再度通過之後 藍白的下一步喊出 要來廢除監察院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也質問 過去這些都是民進黨的主張 當年贊成廢考監兩院的人 現在是不是應該站出來表態 不過國民黨文傳會主委 同時也是立委的李燕秀 卻說五權分立是國民黨向來的主張 所以廢不廢監察院 目前有在討論 國會改革法案順利三讀 監察院早就準備好三點聲明 強調立院職權刑事法部分條文 涉嫌違反權力分立 立法院與監察院調查權 司法調查權不應重疊 讓藍白一口同聲怒轟 下階段就要廢除監察院 其實過去不少民進黨人士 也曾高喊要廢監院 時任台南市長的總統賴清德 2015年拒絕進議會開議 遭到監院彈劾 就曾動怒怒嗆肺監院 前總統蔡英文2020年也表示推動 憲改要廢考監兩院 而如今綠營的態度又是如何 國民黨此刻攜手民眾黨喊出廢監察院回歸三權分立 但五權憲法是國民黨總理孫文獨創 國民黨中央真的支持廢除考監嗎 黨主席朱立倫的態度才是關鍵 國民黨反對的理由就很簡單 他認為五權憲法不能去動他們 你只要去動到憲法的根本的話 他認為這個就是態度 關鍵時刻到最後 他們全部都是刹車 五權分立是向來 這是我們的主張 所以我想我們會進一步的 做更多的討論 立委嘯鳳只要談到廢考監 國民黨關鍵時刻就會踩煞車 傅崑其聖國會改革通過之氣勢 加碼喊出廢監察院 恐怕也得先問問自家人 挺不挺 記者彭宇德 蔡平庸台北桑報導 蔡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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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平庸